三名一派人 全身知道今天是犯什么活动吗 人潮汹涌的一中商圈内 举起自拍棒 直播开箱期间限定的年货大街 面对镜头毫不却场 自信又大方 但仔细看这两位美女直播主 身上穿着的可是警察制服 黄色区块是禁止去机车进入的 驾杠的女警透过直播 提醒民众交通资讯 更要宣传警局位于商圈内的摊位 还有反诈宣导活动 大家好我是佩玉 我是全真 哇你看我们现在有超多人的 我们现在在排队的人群中 原来台中二分局辖区内 有天津街以及一中商圈 两处年货大街 警方不仅设摊位 作为机统派出所 更要宣导反诈房切以及交通资讯 为了充流量 美女警花轮班直接当直播主 顺便带着民众逛年货 大约是那种交通管制 然后摊放 因为摊放跟单密的宣传小活动 还有那种反诈骗 学姐学妹搭配 以双人组合开播 但女警也透露 其实直播比执勤还要累 其实直播蛮累的 因为直播就很怕现场吃螺丝 或等等有一些突发状况发生 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 就是还蛮尊重我们警察的 所以直播过程中都很顺遂 看在民众眼里 笑称被警察耽误的美女直播主 为了打击犯罪 增加年轻群众点击率 美女警花开发第二软场 也让民众直呼 实在财貌双全 天津年货大街人山人海 但逛街民众不满年货 反而大客美食 眼望过去章鱼烧串烧 糖葫芦香气四溢 或是蛋猪排套全全堂味 聚集大批人潮 年货大街变成夜市形态 剖析天津路年货大街 左右两边棋楼以服饰店面为主 前面堂位 左边干货鱿丝居多 右边则是游戏摊 中间棚架为年货搭 但大多是小吃摊 甚至卖起毛海衣服 美食占七成 年货仅三成 现在的人就是说简单话 来这边消费的人 买年货东西也比较少 坚果的啦 糖果饼干 鱿鱼丝这种东西 现在就变得比较少了 另外南投草屯年货街 丰路开卖 名额造成风向 中签率只有36% 因为租金只要七八百元 外地业者学生服都来请问 目前是学生就大三生 主要是过年又 含假有时间回来 刚好有认识的有货 然后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生活 顺便赚一点生活费 就是我本身是学生 就是刚打一摆摊 然后赚一点零用钱 租金低摆摊门槛降低 让不少本身不是摊贩出身的民众 来试试水温赚零用金 不过统计起来 依然卖小吃熟食比较受欢迎 也反映民众如金光年货的形态 以改变 在新闻综合报道